热音光电,红外线耳温枪,使用说明 LED发烧警示灯 方便携带,适合握持量侧 耳温及耳温模式 扫描模式 室温显示 时间及日期显示 码表功能 部位说明 按下开关键 按下耳温量测按键 荧幕上显示耳温符号 两岁以下 轻轻地将耳朵向后拉,使耳道变直 按下量测按键 太阳穴动脉经由颈动脉连接到心脏 而太阳穴动脉又是接近皮肤表面的浅层动脉 因此,透过量测太阳穴皮肤表面温度 就能得知人体中心的温度 也方便使用者进行量测 热影光电耳温腔的设计概念就是由此而来 按下耳温量测按键 荧幕上显示额温符号 按下量测按键 扫描太阳穴部位 测量时间可能介于5到8秒 是额温腔测的最高温度而定 开机模式下 按住开关键 同时再按下耳温量测键 荧幕上会出现扫描符号 按住耳温量测按键不放 测得物体表面温度 开机模式下 按住开关键不放直到set符号闪烁 按下耳温键 按下耳温键切换12或24小时置 按下开关键 设定小时 按下耳温键 按下耳温键调整时间数据 按下耳温键 按下开关键 设定分 按下开关键 设定年 按下开关键 设定月 按下开关键 设定日 按下开关键 离开时间设定 按下耳温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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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换12或24小时置 按下开关键 设定小时 按下耳温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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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时间数据 按下开关键 设定分 按下开关键 设定年 按下开关键 设定月 按下开关键 设定日 按下开关键 离开时间设定 若您已设定过耳温键 时间 关机后 荧幕上会显示 时间及室内温度 若没有设定时间 则荧幕显示空白 开机模式下 按住开关键 同时再按下耳温键 额温量测键 重复一次相同动作 荧幕上会出现 马表符号 按下耳温键 按下开关键 关机模式下 先按下耳温按键 不放手 再按下开关键 3到5秒 此时荧幕会改变 原测量单位 度C或度F 您可以使用相同步骤 切换为原测量单位 开机模式下 开机模式下 若测量体温在正常温度范围内 耳温键会自动记录关机前的最后一笔量测值 按下开关键 读取更多记忆量测值 一分钟为操作耳温键 会自动关机 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为避免交叉感染 每次量测后 请清洁探头 请使用棉花棒 沾酒精 酒精浓度70% 清洁探头 清弹棉花棒 去除多余的酒精 若没有酒精 请使用酒精棉片 将棉花棒浸湿 再进行清洁 静置一分钟 待其完全干燥 不可使用尖锐工具 包在酒精棉片中 擦拭探头 请保持耳闻腔干燥 静止阳光直接曝晒 静止将耳闻腔 进入任何异体中 请勿握持耳闻腔太久 会导致量测结果 比实际温度低 若不小心摔漏耳闻腔 请确认探头是否破损 若不确定 请送至您购买的店家 进行检查 当荧幕显示电池能量不足 请更换电池 请用尖锐的工具 插入电池盖上方的安全孔 同时用大拇指 往下推开电池盖 用细小的螺丝起子 将电池挑出 将电池插入左侧的金属勾下方 并向下压电池之右侧 当听到咔嚓声 表示电池安装完成 盖上电池盖 欢迎至任意光列网站 获得更多产品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订阅